弄巧成拙 事意 本想卖弄才能 聪明 却反而做了蠢事 比喻枉费心机 你容易错的字 拙 愚笨 不灵活 如 笨拙 手拙 成于典故 马祖道一 俗姓马 使人称为马祖 是中国禅宗史上 最有声望的人物之一 马祖的禅法 主要围绕着人 达到觉悟解脱的心性依据 和应当如何对待修行的问题 马祖以平常心是道 即心是佛 大力弘扬禅风 马祖除了上唐示众的普说之外 对众多弟子采取 灵活多样的教会引导方法 在 武登会员 中有一段记载 马祖和旁居士的对话 大义是说 马祖对旁居士自认为 已经领悟本来面目 没有表示认可 只是眼睛往下看 对于说自己善谈无闲之情 表示默许 所以将眼睛往上看 马祖以动作回答 让旁居士自己醒悟 旁居士觉得自己本想卖弄聪明 结果反而做了蠢事 实在是弄巧成拙 后来弄巧成拙 被用来比喻枉费心机 典故著解 禅宗 禅宗为大圣佛教流传于东亚的一支佛教宗派 由南天族禅师菩提达摩传至中国 马祖道医 马祖道医 生于唐宗宗 锦隆三年 又称洪洲道医 俗姓马 唐朝佛教禅宗大师 禅宗六祖慧能知在传弟子 师臣南月怀让门下 为洪洲宗的开创者 唐献宗 元和年间 世号 大祭禅师 禅宗七祖 中国禅宗的前七代祖师 达摩 慧可 僧灿 道姓 红忍 慧能 神慧七人 也有译说 将慧能 神慧一座神秀 普记 武登慧元 武登慧元 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一部史书 南宋纯又十二年 杭州灵影寺普记编辑 一共二十卷 禅义成语 画蛇天足 成语例句 例句一 读书没有捷径 投机取巧 必然弄巧成拙 例句二 他在画好的画上补上一笔 谁知弄巧成拙 神韵尽失 例句三 没想到我这样一说 反而使得大家更尴尬 真是弄巧成拙 例句四 你就爱耍这种小聪明 但哪一次不是弄巧成拙 整了自己 成语故事 柳青 一名传承数代的机关师 据说先祖曾拜师鲁班 心中怀着一股世家傲气 让他不断地寻求机会 想要向村民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一天他观察到渔民们在西边辛苦的捕鱼 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现自己不凡的手艺 柳青 动手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机关 希望能够帮助渔民们轻松捕鱼 同时也证明自己的价值 柳青的捕鱼机关在村民们的期待中完成了 他自豪地展示了这个能自动捕鱼的装置 但首次适用时 机关却因过于复杂而出现状况 机关轰然作响 吸水溅起 鱼群惊散 渔民们的辛劳化为泡影 柳青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他的好意似乎变成了村民们的笑柄 柳青深感羞愧 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弄巧成拙 在反思之后 他决定放下自己的骄傲 向渔民们学习传统的捕鱼技巧 他开始制作更为实用的竹竿和鱼王捕鱼 让他不仅收获了丰富的鱼货 也获得了村民们的尊重 以上为本堂重点 最后别忘了点赞及订阅 我们下堂重点见